全都与我无关 这是血流成河KTV大战 消息一出留言刷一排 怪求其他业者快宣布 夜唱六小时每人七七元 征求连唱五小时不会烧瞎的 一起唱到九流成河 找不到民宿饭店的游客有福了 但也有网友气的怒骂 疫情期间麦克风传来传去 中央空调一样大家共享 台南是觉得太安逸吗 为了赚钱无视防疫实在夸张 在家防疫每人零元最便宜 不管疫情的轻或重 我们都是用最高规格的 防疫措施来实施 KTV业者深受疫情影响 想推出低价懒客看法两极 有人抢便宜急着去 也有人觉得疫情期间 这样另类吸引民众群聚 实在不太妥 接下来关照林毅荣台南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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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